为控制伊波拉疫情蔓延,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成为美国第一个开始加强对旅客进行抽查的机场 肯尼迪国际机场星期六开始对来自西非疫情严重的基内亚、尼比利亚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的旅客进行检查 工作人员将会使用没有接触体温计和调查问卷检查入关旅客是否有发烧和其他症状 从下星期开始,新泽西州的纽雁克国际机场、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芝加哥的奥克克国际机场和阿特兰大国际机场也开始对旅客进行伊波拉检查 从非洲疫区国家进入美国的乘客当中,九成是通过上述五个机场进入美国 最后 第17回来自西非州和阿特兰大价